新聞時間 剛剛過去的三天 是海洋公園大熊貓 樂樂和盈盈的交配季節 沒錯 袁峰說兩隻大熊貓都表現親密 但未能成功交配 已經為盈盈做人工受精 莫蓮說一下 為了班樂樂和盈盈製造一個寧靜的環境 過去三天大熊貓館都暫時關閉 海洋公園說 兩隻大熊貓都有良好反應 表現親密 可惜未能成功進行交配行為 她比較年輕 可能她的經驗就比較少 如果能成功自然交配的機會就肯定比較小 官方把握次性的盈盈 每年為期只有幾天的發情期 兩度為盈盈做人工受精 希望可以製造仇人機會 大熊貓的懷孕期 由70至300多天不等 但是要等熊貓BB出生前兩星期 才可以透過超聲波掃描 確認是否真的懷孕 因為她年輕的大熊貓 頭幾年的繁殖季節 她成功懷孕的機會是三至五成 即是你撇除其他五成至七成的機會 就是有機會是假懷孕 因為她會出現的情況就是 會表現出一個懷孕的情況的行為 管方就說瑩瑩和樂樂這幾天發情期 消耗了不少體力 會為她們提供更多種類營養豐富的食物 例如竹筍等等幫她們補充體力 至於澳門的大熊貓 已經三歲半的開開和心心 也都有類似的情況 因為大熊貓的生育年齡 一般是在四五歲 當局計劃今個月起 張開開和心心分館居住 讓牠們不會過於親密 希望可以把握發情期成功懷孕 而在台灣 台北市動物園也都已經做好準備 大熊貓團團和圓圓居住的地方 已經盡量減少日照和提早熄燈 營造接近四川的環境 大陸的專家也都去到台灣協助 燕士團團和圓圓狀態很好 希望可以趁三月的發情期 讓牠們繁殖下一代 亞洲電視記者 五毛年報導